神韵晚会 智利参议员赞叹 音乐 舞蹈 天幕 非常神奇的配合 当地时间7月12日晚 智利首都圣地雅各 Tator Talent局院 迎来了美国神韵艺术团的 第三场演出 智利社会主义党参议员 哈伊美纳兰河 在观赏了这场演出之后 赞不绝口 纳兰河参议员表示 我非常喜欢神韵晚会的颜色 舞蹈 演员们的情感表达 因为一场演出 你不仅仅会注意舞蹈和音乐 更会注意到演员们的脸部表情 他们是晚会真正生命的体现 从他们的表情中 可以感受到 他们想要表达的感情 他赞叹晚会中的音乐 舞蹈和天幕 真是非常神奇的配合 他还表示 这样高水准的演出 能够到智利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让智利人民 有机会充分地了解 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 我认为 能够了解各国文化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拥有千年文明的古国 演出让我们随着时间向后倒退 能够从中发现很多中国文化中有意义的事物 整个演出中 让纳兰河参议员深有感触的是 晚会还艺术地展现了中国的社会现状 他感叹道 这场演出不只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还用艺术的手法将其和中国的现状联系在一起 人们不能拥有自己的追求 没有言论信仰自由 中国也没有像智利一样的民主制度 演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加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他尤其欣赏神韵晚会中体现的那种充满希望的感觉 纳兰河参议员表示 当一个人有信仰 有民主自由的意识时 尽管在当今社会被迫害 被噤声 被压制 但是人们总会有得到自由的希望 1.就像参观中国的历朝历代 非常美妙 电脑程序分析员 何塞·莫诺斯·鲁哈斯 与体育教师玛利亚·泰雷莎·洛佩兹一同来观看了这场演出 罗哈斯与洛佩兹都还习练太极数年了 他们惊叹神韵的演出如此美伦美奂 由衷地赞美到 非常喜欢这个演出 很令人惊叹 美伦美奂的 音乐也非常动听 演出就像是带着我们去中国的历朝历代参观一样 中国的神佛 还有喜马拉雅山等等 都非常美妙 我很喜欢 罗哈斯表示 我非常喜欢二胡独奏 美玄演奏 我们几乎是闭着眼睛听完的 还有比如岳飞的故事 以前多多少少听说过 他是一个非常忠诚 非常勇敢的英雄 通过舞蹈表现出来 很优美 很震撼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演出 这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 诺佩兹自我介绍说 他以前是跳弗拉门歌舞 现在教跳舞 他表示 我很喜欢神韵的舞蹈 尤其是神韵中女舞蹈演员们手的动作 非常细腻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跳跃 非常的有动感 舞蹈喜迎春中 演员们挥舞扇子及手的动作 令人难以忘怀 诺佩兹还说 观看神韵 感觉就像是自己融入到演出中一样 因为他的音乐 他的舞蹈 男女高音 那出色的嗓音等等 都让你遐想 就像梦游仙境一样 我想 我整场晚会 70%的时间 都是这么过来的 罗哈斯则表示 神韵演出 有很强的精神上的意义 他们在寻求真理 探索真相 尽管历经了十几年的残酷迫害和镇压 他们受尽了折磨 但是仍然保留着那颗快乐祥和的心态 这是我的感受 他们表示 这场演出的文化底蕴极深 我们都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并将把神韵推荐给朋友们 一定要亲自来看 亲自来感受才行 不用我讲什么 你们亲自来体验就好了 二 经营部总监表示 神韵让人羡慕中国文化 一家广告公司的经营部总监卡拉索丹 他和朋友一起来观看了今晚这场演出 他说 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 并发现中国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有着一种特殊的细腻 而且演出中不断变化的地区景致 也让我很喜欢 他尤其喜欢喜迎春和大唐鼓励这两个节目 喜欢喜迎春是因为它的颜色和精致 喜欢大唐鼓励是因为它的力量和刚强 演出让我非常震撼 非常享受 他在演出中了解到了一些中国的文化 他说 比如我对那位亲自送儿子上战场的母亲非常钦佩 出自舞蹈《精忠报国》 这个节目教会我们要忠于自己的国家 晚会表现的很多的概念 都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的 或不在意的道德观念 向勇气忠诚 他表示我是无论如何都会向别人推荐神韵的 让大家都能来认识了解中国这个遥远的古老国度的真正的丰富的文化 他的朋友也觉得从演出中学到了很多 比如每个舞蹈都在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息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精致的动作 各种传统文化 尊重 中国历史等等 他认为 男女高音都很棒 还有低音 也很有特色 他表示 也要向别人推荐神韵晚会 他说 这么美 这么愉快 这么鲜亮的晚会 就是为了让大家欣赏 享受 并惊叹的 他还对神韵演员的整体配合赞誉有加 他说 所有的演员们就像一个整体 虽然能看得出有灵舞 但是永远都是非常协调的一体 整个的团体都沉浸在艺术当中 三